男嘉宾小张 37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小范 37岁来自河北个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来想说点什么呀 因为现在就是 在别人看来 可能我们的婚姻 挺幸福美满的 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生活 根本就不是 我一开始想要的那种婚姻 不分你我 你看他就不像一个男人 男人就应该在外面闯事业 他就总想就是 男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跟女人一样 女人也分不同的类型 咱不要老是一个类型 我不希望他成这个样子 你就说他就行了 接着往下说 他就愿意守着这个家 我每次出去以后 我基本上有应酬的时候 你问他 我们家里备了一大堆这个解酒药 我都要提前吃 我不吃的话 我在外面我生意还没谈 我喝酒不行啊 我吃上解酒药 我还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感觉 而且让他过去接我打电话 真的就跟求他似的 要不你打车回来吧 要不 哎呀我不能见他们 怎么能量 我跟你说主持人 其实我俩的日子 完全没必要弄得这么紧张 因为我们毕竟 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客户 我就认为 就是把这些老客户围好了 咱做好每一场活动就行了 你还年轻呢 我们还年轻才三十多岁 那正应该是奋斗的时候 您说对不对 走着以前的老业务 那找咱们的人越来越少 那你还怎么挣钱 怎么养家呀 而且让你去接我 他就跟坐头乌龟似的 我这边应酬完了打电话 求过来去接我的时候 不是我也 人家把车 你闭嘴 你闭嘴 你听我说完 人家把车停得 离这个酒店七八百米 要么等这些老板们走了 人家过来接我 你看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必须得打断你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去接你 你闭嘴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 老板不走 而我要先走 那么我就得大晚上大半夜 我走到那么着 他就不见人你知道吗 我不是不见人主持人 是这样的 你为啥 毕竟我是老板 我既然没有去 你说我在见人家那些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认识 有认识的 我人家一见过 你看老板都不来 专门过来接你媳妇来了 我感觉人家见得我尴尬 你这个时候知道 你是老板了吗 你是老板 你应该出头 出头这个谈生意的呀 你这会儿知道你老板 你就是死要面子 我告诉你 听明白了 这个其实是 家庭规划的冲突 另外咱们再往身里面 想想就是 得保护好妻子啊 那你咋不去呢 说真的 我真的是不善于应酬 那你就不怕你媳妇喝坏了 对呀 您看主持人都担心我 你都不担心 两码的事啊 这还放心出去喝呢 她就这样 我跟你说 她就是熟不起来的阿斗 还有其他的让你不满意的吗 那再一个就是说 咱有一个闺女了 再生一个老二 要个儿子不挺好的吗 而且渐渐地你出去 把这个生意谈起来 那么我就可以安心 在家调理一下 毕竟都三十七八岁了 我不能管喝酒呀 我还想再生个儿子呢 我特别想要一个儿子 就这方面就说一次 就吵一次 一个闺女 咱经过这几年 也花了不少钱 这个日子刚稳定下来的 你再要一个 现在又先家的房子小 又先这个车不好 你说你这个钱 将来你攒那么多钱 你是给儿子换房子 还是给咱们换房子 她就想守着 她现在这堆钱 一直到老 我感觉现在 这种状态就挺好的 你才三十多岁 你要不是六七十岁了 人家七十岁还创业呢 你三十多岁怕什么呀 生儿子就把他筹的 我一给他提儿子 房子呀 车呀 彩礼呀 那教育的费用呀 不是也有可能生女儿 生女儿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这什么我发现 你这思想还挺封建 你这儿 我不是封建 我就儿女双全嘛 一胎就挺好的 要那么多孩子干啥 就再加一个 哪是那么多呀 是觉得压力大吗 还是觉得压力 咱过日子咱就是平平稳稳的 要不然你就规划好了 我这不规划好了吗 我不是想让你 把你收起来 你去谈生意去啊 规划好了 你不要十个孩子不更好 那能那么着吗 您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呢 当初我就觉得 他挺老实 对不对 然后挺踏实的 现在不也老实也踏实吗 没变啊 但是男人骨子里 不应该就是愿意闯 愿意奋斗吗 我就觉得就是 这么老实一个人 我跟他我放心呀 然后我就可以在家里 带孩子收拾收拾家 我每天做饭等他回来 你现在不放心吗 不是依然放心吗 现在问题是我成了他 他成了我了 他现在在家带孩子看家 我出去闯了 行 我问问 你放心吗 我也不放心 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问他 你是真窝囊啊 兄弟 没办法 我就说他就周不起来 还有什么呀 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你不想着怎么往家挣钱 光想着我媳妇挣着钱 我守住谁也不能花 连我买衣服都不让 就我买衣服这件事 还差点离婚 可不是这么回事 主持人 家门贵的都满了 都堆成衫了 还买 有一次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自己挣的钱 我家里钱都是靠我自己挣 上一回那个七八件衣服回来之后 我买几件衣服还不行啊 我上来 上一次弄了七八件衣服回来了 我就说得他两句 不高兴了 人家要离婚 我说不行 这衣服 我给你卖了它 我自己挣的钱买的衣服 你凭什么给我卖了呀 救得不去 现在不来呀 既然你这样干 你就干吧 差不多了吧 就那么点事吧 多了 现在谁家的孩子 从小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吧 起跑线在哪儿啊 没看见 人家现在孩子一周多 是吧 那个上外语 早教 然后三岁上幼儿园 是 就算不上早教 那上幼儿园也很正常吧 提早就把他爸妈接过来给他孩子 我就感觉这孩子嘛 你说你爸妈跟幼儿园 孩子就是孩子 小的时候他长得健康就行 在一个时候爷爷奶奶带带着他 咱也放心啊 一年省下一万多 两万块钱 咱能干点别的 干点偷 一两万能干什么 我就问你一两万能干什么 六岁上幼儿园 七岁上小学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像我爸妈把我不带也挺好 带着就你现在 就一点奋斗的精神都没有 那你说孩子跟你爸妈学啥了 就会跳广场舞 一扭就跟那广场上 老太太一模一样 你孩子回来一跳舞 多多活活呀 那你看看人家在幼儿园 孩子跳的是啥舞呀 真没上幼儿园啊 没有 就因为这事儿阶梯发挥 去年把我爸妈变相地给撵走了 你又不是独生子女 你们家兄弟仨呢 那凭什么你爸妈只在咱家主任 咱家不比哥俩过得好点吗 你就找个借口又不出门了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我怎么就不成长了 行了 孩子的教育 爸妈的去留又是个大问题 你们家的事儿还真是没一件小事儿 而且他这个经历啊 他就不往正道上使 该知道他自己是老板的时候 他觉得 哎呀 你行 你上去 不该他当老板的时候 可认为自己是老板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工作室 有一个策划师 这小伙子特别能干 长得又精神 这事儿你就别提了 这事儿 怎么我怎么就不能提 我必须得提 你不先丢人哪 人家活动的时候 我知道他过生日呢 找同事给他订了个蛋糕 这都没完了 给我盖高帽 上纲上线 没过三两天 连跟我商量不上 人家是老板吗 找个理由就把人家给辞退了 我后来怎么求人家都不来 那是不是一大主事啊 你看主事是这样 他平时啊 天天念叨 你也不够爷们儿 不是个男人 我就感觉一看这小子 有嘴画舌的 我就感觉不放心 我的生日 我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没过过一个生日 人家一个员工生日 你记那么清楚 你就不是男人 男人心胸是宽广的 你说我能放心呗 再一个说 我跟你说 媳妇 今天应该起码高兴才对 你说我把他刺走 我不是爱你吗 我高兴什么呀 咱公司一个人才 你这小心的眼 针尖大 你把人辞退 有本事 要不这工作你去做 你能做得了吗 我就感觉你应该收一收 现在你就是膨胀 你知道吗 你眼睛你放到脑袋关上 是我眼睛在脑袋关上 你非要让自己弄了这么累 你就做到这底下 你就脑袋 你就看上边那一小块 是是 你能把目光放长远点吗 咱不吵了吧 赵玲那个嘴上 给他留点面子行吗 你不能健身就说 我不够男人 行吗 你就没出息 行 听明白 你内心就不够强大 他内心还不够强大呢 细数一下你用的词啊 缩薄乌龟 不是个男人 头上就那么一点天 反正还有难听的 我就不记 我为什么听不下去 我那是实事求是了 就给他这个词 不是 你别实事求是了 这词就给他量身定做的 不是 你今天来干嘛 离婚是吧 就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这些词汇 形容自己的时候 不离婚就真的不是男人 你是男人吗 是 今天是来离婚的对吧 不是 那您今儿来干嘛的呀 我就想带他过来 让老师们帮我劝劝他 劝他什么 好好地做好一个 老婆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 老婆应该做什么 人家要给你生完 你不要 对吧 人家要跟你过日子 你不好好跟人过 人家给你挣钱 你吃醋 这老婆没毛病啊 我就想是 借助这样一个机会 把他都 明白了 不要让他那么膨胀 对 让你做一个真正的老板 他做老板也无所谓 别太膨胀了 我就跟你说 太膨胀了 行吧 行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 秋笔测问院 男方啊 就特别典型的 安于现状的小男人 女方呢 是勇于创新的大女人 女主外 男主内 没有哪一种说法 说这个男一定要主外 女一定要主内 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你把他就算支出去 你的生意也还是黄 你说他什么没用啊 没出息什么 你当时找他的时候 不就图他这点老实和踏实吗 而且你说的 理想就是相夫教子 你以为相夫教子容易吗 真的让你把外面这一摊生意 全部停下来 让你回家相夫教子几天 你试试 其实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都不知道感恩和知足 虽然男生一直在说 哎呦 现在挺好挺好的 但你完全不知道 你现在的日子有多幸福 女生也一样 完全不知道 你现在日子有多幸福 有多少夫妻 都是女人非常辛苦地 操持着家庭 但是男人丝毫不懂体谅 他操持家庭的辛苦 觉得你就看个孩子 就打扫一个家 有什么难的呀 女人非常想要出去 追求自己的一番事业 可是碍于所有生活 种种的现实 没有办法 但你现在有自己 一片广阔的天地 去奋斗 你说你的梦想 以前是小女人 但是你已经选择了 这样的生活模式啊 你们两个人 在一开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生活模式就固定了 你现在一直在抱怨 我要你改变 你要有担当 你要出去床 你要像个男人 你这不是戳他脊梁骨吗 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 说自己的先生 那些话 你爱他的话 你心疼他的话 其实你在说他的时候 也在说你自己 在骂你自己 你怎么这么没眼光啊 对不对 不是给你自己长脸 其实给你自己跌份的 所以我觉得 夫妻两个人 有的时候分工分好了 模式定好了 我们都做好自己 能为这段婚姻做的努力 能为这段婚姻 所付出的那些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感恩 知足 感谢对方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感谢 你为这个家庭的牺牲 这日子就越过越好 如果两个人 每天都是抱怨 那这个爱就会 越吵越没有了 心也会越来越凉了 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您挺幸福的 他那么相信你 那么支持你 别生在福中 不知福 好吗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 你的愿望是什么 相夫教子 对 你以为相夫教子 就是在家里头 做着家务 看看孩子吗 那你怎么去支持 你老公的呢 你不觉得你现在 就应该做好相夫 你没有做到吗 现在有大把的机会 让你去 帮助你的老公 第一 让他舒服啊 还舒服吗 得听他话呀 听他话吗 你做的每一点 都是在不尊重你老公 老公撑不起这个家吗 别忘了 每天你要谁去接你 你为什么这么心安理得 他的事实在外地 去应收呢 不都是因为 他在家里的操持着 你的后方吗 对不对啊 如果他是老板的话 那你就是老板娘是吧 你是不是要尊重老板呢 听老板的话呀 你在外地去工作 是不是也是老板 通常都让自己下属去 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擅长 我们做一个公司也是 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他可能财务馆呢 就比你好 你大把的挣钱 那谁帮你去理财呢 就是他呀 一个公司发展 不是在第一线去 人家去谈判 去沟通 去喝酒应酬的那个人 大后方非常重要 一个公司成功 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换你一个人 你试试 累死你 谁让你 毫无估计 在外面去做应酬呢 是因为他 你的孩子 现在谁在养 是因为他 为什么他不让你现在 再要二胎呢 因为他知道 养一个孩子 多么难 孩子不光是养大 还有教育 你们的精力有限的 你现在是很膨胀 甭管是外面的应酬 然后你现在取得的成绩 还是你认为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位置 但真正你试一下 跟他分开 生活还能这么 井井有条吗 你的工作 还可能那么顺利吗 你如果把这个家庭 也当成是一个公司 打理的话 你就清楚了 有做后勤的 行政的 有做销售的 缺一是不可的 明白吗 他价值非常大 而他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对你的包容和忍让 在这个舞台上 你说了多少 刺痛他自尊的话 他有说过你一句 不当的话吗 他要求的就是说 你能不能不要太膨胀 用词恰到 而且掌握分寸 相比较而言 他的心是更大度 他比你爱他更爱你 你被他惯坏了 你找一个可以带你 冲锋打仗的男人 他根本就容不下你的放肆 但他可以包容你 是什么呀 因为爱你 所以尊重你 请你珍惜他对你的爱 请你尊重他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们任何一种婚姻状态 多有经营的方法 我们看有很多男人 长得也不帅 也挣不到什么钱 心里边特别有谱 他不怕自己的女人 有多漂亮 也不怕自己的女人 有多能干 因为她有一颗非常宽厚的心 所以她只要坐在家里面 把家务操持好 这女人永远逃不出自己的物质声 她心里有谱 你是心里没谱 五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结婚这几年 我们从一无所有 从今天房子也有了 车也有了 孩子也有了 我们彼此为这个家 都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欠你的也比较多 因为结婚的时候 没有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 没有给你一个想让的婚唱 但是我们一路走来 真的很不容易 我记得你有一个愿望 就是等我们日子富裕了 让我带你到国外去旅游 今年过年 我就带你旅游去 行吗 请亮灯 哭的呀 我来补你一刀吧 这旅游的钱是她挣的 还是你挣的呀 我们一起挣的 行了 哎呦 你乐了是吧 你要真不是打心理 烦她 以后就好好跟她说话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小花童有请 来 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孙许大夫妻的选择 对夫妻的选择 对夫妻的选择 我们是一种选择 对夫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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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人家再看我们的笑话了 来来来来 请亮灯吧 谢谢 想想没钱的时候不也嫁了吗 想想没钱的时候孩子不也生了吗 想想吧 谢谢老妹 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